说 谁知道我们的衣服变成马赛克的 不是我妈 童话王国最调皮的就是你们三个 不是你们会是谁 我知道是谁 快告诉我们 白雪定言 糟了 白雪不能说话了 这样吧白雪 我们慢慢推理 对的话 你就摁一声 不对 你就摁两声 嗯 是熊妹干的吗 嗯 那是贝儿干的吗 嗯 啊 也不是 那是大宝干的吗 嗯 怎么都不是呢 伙伴们 你们觉得会是谁呢 我们去把我们变成马赛克的地方看看吧 快看 这里有三双血 鞋的主人很可能是凶手 白雪 这双鞋的主人是凶手的吗 嗯 那这只是吗 嗯 哎呀 这个鞋一看就是大宝的 白雪刚才就说过大宝不是了 那就剩下这一双鞋了 白雪 这双鞋的主人是凶手吗 嗯 什么 那这只鞋是谁的呢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哦 这不是王后的鞋子吗 皇后 原来你是凶手 不是我 那你脚上的鞋子呢 我去海边玩掉海里了 我才不信你出的话 白雪 凶手是王后吗 嗯 嗯 不是 可是这鞋子不就是王后的吗 嗯 难道是别人捡了王后的鞋子 做了坏事 嗯 快看 那有一串脚印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哦 到分岔路口就没有脚印了 我知道 最左边是乌婆婆的家 中间是小矮人的家 右边是美人鱼的家 白雪 凶手是往乌婆婆家去了吗 嗯 那是往小矮人家去了吗 嗯 是美人鱼家吗 嗯 什么 难道凶手是美人鱼 嗯 嗯 白雪 你恩三叔是什么意思 算了 我们先去美人鱼家看看吧 美人鱼 是不是你把我们的衣服 变成马赛克的 是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 我 你快把我们变回来 我不会 哈哈 你 你太欺负人了 我这就叫魔法管理局的人 来把你抓走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玩马赛克魔法的时候 不小心是反反弯弄得太大 没想到 把你们也变成马赛克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们看 我也变成马赛克了 我不管 你不把我们恢复回来 我们就是不同意 可惜 我真的不会 魔法收回 我们变回来了 王子哥哥 对不起 王后维权妈妈爱上奥妈 美人鱼太调皮了 我替她向你们道歉 没关系 以后施魔法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了 伙伴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